好 这个人如果当了市长 你就会知道他怎么样对年轻人 好不好 不能问 不能问 不能够质疑 连做求给他 我觉得这题根本就是做求骂 对不对 说实话 脑袋清楚的人都知道 这题他一问你就要开始 要不要跟人家拔弄 年轻人讨好他们一下 让大家开开心心笑一下 距离就拉近了 他不是要把人家骂一顿 你知道现在的孩子 有时候连爸妈骂 门甩了一下就走 你谁啊 你是需要他们的选票 你有没有搞错 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 说实话忍不住一直笑 你知道吗 这是怎样 这是选到 选到呛掉还是如何 那当然现在醒过来了 应该是蛮后悔的 他就说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被大量炒作 都是你们在炒作 我客观的陈述想法 现场没有发生怒呛跟痛批 他的原文 你觉得有没有怒呛 有没有怒呛 只是问你们民进党 有没有跟年轻人越走越远 他就骂人家 你去中国住住看 这不叫怒呛吗 这不叫痛批吗 你是觉得怎样 这一年轻人都是你呼之急 这个挥之则去 叫他投谁 他就可以投谁 是吗 你看到网上炸锅了 说他水准真低 浪费学生时间 好屌大学生 好歹有选票吧 大学生 你不要票吗 嫌票太多吗 好哦 绿能 你不能 这句话很好用 还有一个跟年轻人有关的 新竹高中 超好的学校吧 明星高中 新竹女中 也是一样 新竹的北一女等级 在学校自办 新竹市长的选举 模拟投票 结果呢 他们的活动粉丝团 惨遭民进党支持者出征 因为投票的预期 不是党裔所选 吴思耀说 跟我们没有关系 那洪梦凯 这不是狠狠打脸 蔡英文年年跟高中生 座谈的行为吗 你记不记得 蔡英文每年都要跟 这个高中孩子座谈 去讨好高中生 民进党以为多重视 年轻的声音 但是原来 不如我意 就要大声的出征 陈时中敢不敢谴责网军呢 他讲了大实话 我不敢谴责网军 因为我谴责了 谴责完 马上就会被谴责 陈时中有时候 还蛮可爱的 会把一些心里的话讲出来 来董哥你来看一下 真的哦 有没有 大学生这样呛 高中生也不放过 高中生也不放过 你觉得这些孩子是傻蛋吗 18岁投票 公民权等等 那意思就是说 我跟你公民权 你只能够投党的人 是这样子吗 这些年轻人 过去是一直是民进党的铁卫军 那民进党也把他们视为金轮 尤其太阳花以后 那大家可以看到林志坚 对不对 郑文燦 或者那个 那个基隆 那个林又昌 他们都是靠这个当选的 所以他们觉得很了不起啊 那用这种方式 就去带年轻人 年轻人我们叫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他不晓得这两年社会变了 那社会变了 民进党为什么跟年轻人 越走越远 习近平刚才说 就是我们也体会到越走越远 所以我今天就走入你们校园啊 对不对 我本来要带我那个漂亮的女儿模特来 我怕私交啊 各位年轻朋友 那请你们听听我 怎么来解释我们的政策跟理念 也很好嘛 对不对 但是他不要 他就是摆出一个官僚的样子 他好民进党动不动 不然你去中国住啊 他跟馆长也这样讲 那馆长都挺他们 馆长每一届选举 都是他们最努力拉票的网红 馆长最近也不够质疑他们 所以你们民党死定了 你去住中国了 就来这一套 是不是太平洋没有加盖 去跳太平洋 这是过去阿扁执政的时候的态度 这公开讲啊 这吴淑珍公开讲 太平洋没有加盖 这个跳太平洋没有 你不要打架 你嫌这里不好啊 你应该讲就这个嘴脸啊 可是这回前台湾的年轻人 他们都变了 为什么陈时中节节败退 大家觉得陈时中本来声望很高啊 为什么要节节败退 因为年轻人慢慢看清了 为什么要看清 因为人家有个好爸爸 可以像苏小春一样 四年包政府四千多的工程 你们做得到吗 人家有个好爸爸叫陈时中 他儿子可以到高雄文化局去标到工程 你做得到吗 标案啊 还有论文啊 是啊 等等啊 这些才是年轻人的标杆 莫名其妙问你这个问题就被骂 不能骂 稍后陈时中那题我们会细谈 大家就注意到 最近向他的都是年轻人 对不对 那不要说陈时中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民进党到底是怎么搞的 我说他去攻击高中生 有没有搞错啊 我真的觉得完全不可思议 你知道讨好都来不及了 你们这些人就是我们过去讲什么 你们就要去做什么 怎么今天反过头来 还要来质疑我 他觉得没办法接受啊 那这个思考是怎样 我攻击你 你就会顺服 就会投我了吗 是吗 我觉得它是一个自然反应 有点恼羞成怒 习反社反应 对然后民进党 他本来有一套技本 他们很多地方在嫌疾的人 都有中央一套技本 这套技本最后就是归著于中国 你摔倒了要中国人负责 他们就是这样啊 民进党或许做得不好 但该骂的是大陆政权 是啊买不到疫苗 就中国大陆在阻挠啊 进不了世界卫生组织 就大陆在阻挠 所有东西全部归到中国 因为嫌疾要用这样 他们反正只要打这一招就会赢 年轻人就会听进去 因为年轻人最好骗嘛 所以以前年轻人是用骗的 现在年轻人要用骂的对吗 对民进党来讲 我骂一骂你把你们骂醒 所以骂你 然后这个网工等等 天哪 这个线上的朋友 如果有比较年轻的 谁啊 这个Austin是不是 还是 我记得有几位 大学生 有没有 薛芳姐 我大学生 我下课了 我来拉碗报报到 我们线上好多位大学生 天哪 你们认同这种做法吗 就是说我跟你意见不一样 我要不然就是骂你 要不然就呛你 要不然叫你回中国去住 要不然就是网工你 这是我们台湾的民主教育 跟民主价值 因为这些年轻人 平常在网路上走跳 他们其实很多话都是很苦手的 你要用很幽默的方式 跟他对谈 然后也自我解嘲一下 你如果能够做到自我解嘲 然后跟他们调皮的搭几句 他们就很开心了啦 因为他们也不一定说有多么高颜的想法 那你看柯文哲平常随便无厘头讲几话 很多年轻人就很买账 即使你柯文哲八年来一事无成 但是他的支持者年轻人还是很多啊 所以你今天看到习定真 以为我讲话就是定海神真 你讲那什么话嘛 对不对 你过去 大家也知道他老婆这两天去大闹会场 把人家那个花架都弄倒 对对对 他还很生气说他很想去替他老婆出头 那是别人的场子 你穿你老公的服装到现场去闹呢 你怎么好意思啊 对不对 你过去当头论镇长 就是中东景这些人出钱让你去选的 中东景跟你那个二哥的结拜兄弟 那个人出两百万 中东景也出钱 然后呢现在苗栗县长 他也出钱 对 大家出钱让你选 你选上以后在平均脑里面 你就人五人六 然后现在说这些人都是黑道 你哪有做人是这样的 做人没有这种道理 尤其客家人 他们讲的就是说 你要有印镜 然后你就是人要记得别人的恩情 这是很重要 那平常说实话 平常你私底下怎么恶行恶状就算了 问题现在是要选举 要选举就是怎样 你平常高高在上 选举时候每个人都鞠躬哈腰嘛 对不对 讨好选民不遗余力 更何况这个就是一个 基本上就是一个 就是让你去拉票的现场 对于所有候选人来讲 这个现场当然要去 这么多大学生 大学生基本上观念很开 名字要逗逗他们笑 跟他们玩一下 大概票就过来了 就把人家骂一顿 所以我看了 我真的觉得 蛮好的 希望他能够继续这样下去 可是会让免疫力低下代谢不平衡 皮肤状况变差 旺旺推出的梦梦水 就是要解决 大家烦恼的好帮手 白桃风味酸甜好喝 也欢迎大家扫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点购网站订购 好帮 好帮 我好帮 我好帮 你们在一边 我是有个帮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